他有提出 講他自己有一些過往的性騷 然後也有講到說 大小S有吸毒過去 什麼什麼什麼 大小S有吸毒 然後搶也有搶逼他吸毒 我麥克風拿高一點好不好 大家拿高一點 怎麼會扯到大小S呢 做錯就做錯 你知道嗎 我覺得做錯了 不要再砍化別人 沒有意義吧 你用你狠狠的姿態去做這些事情 發生了 我比較同情的反而是 老婆有多麽的無辜啊 你知道嗎 我比較欣賞這老婆 我反而覺得 好好地去面對社會 然後去尋求老婆的原諒 如果我是老婆會原諒 Sorry 對不起 我說真的 我是老婆 不慘 我怎麽活得去 真的假的 他在音樂 對 他有幾次說 講他自己有一些過往的情商經驗 然後也有講到說 大小S吸毒吸毒 然後 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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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S吸毒 然後沒有牆壁他吸毒 嗯 我麥克風拿高一點好不好 大家拿高一點 當廣播節目來講 真的是 但是 怎麽會扯到大小S呢 怎麼會扯到大小S呢 怎麼會扯到大小S呢 還喝酒啊 沒有人原諒他 他為什麽也要原諒別人 沒有人原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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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你這個新聞出來多久 你原諒我給人家一點時間去原諒你 你馬上就講 發生了 然後講你不原諒我 我覺得太快了 太情緒了 其實以他在 綜合民藝圈 他人員這麽好 而且他以EQ出名好的 怎麼會這麽快的 做這些舉動 然後 我覺得這個 引爆的事情 我覺得 不像他會做的事情 他會不會是被人家嚇哭 或中哭 做錯就做錯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做錯了 不要再砍跨別人 沒有意義啦 真的意義並不大 做錯是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別人的事情是別人 應該去面對的 而不是從你嘴巴裡面去 去扯人家的 你快折羞過 年輕犯的錯 努力的去尋求別人的原諒 然後 真誠的去道歉 我勝過一切 這件事情到底會有到什麽程度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這些事情發生 我從來沒有去擔心過 這一些人 你知道這些人 你本來就應該得到一些教訓 而且你早就應該知道會有教訓 你做的那一刻就知道一定會有教訓 你用你狠狠的姿態去做這件事情 發生了 我比較同情的反思 你老婆又怎麽樣 老婆是我覺得 媽呀 老婆怎麽辦 老婆多麽的無辜啊 你知道嗎 我比較欣賞這老婆 我反而覺得 好好的去面對社會 然後去尋求老婆的原諒 然後去尋求老婆的原諒 最可怕的就是 7月13日 我最擔心的事情 如果我是老婆 我會原諒 對不起 我說真的 我是老婆 我怎麼過得去 所以我現在比較擔心 在女性的立場 是好好照顧你家庭 女性物實在太快了 因為我看到還是 佑聖而已 你知道 那怎麼看佑聖而已 就是 女性是很奇怪的嘛 你知道 但喜歡什麼都不一樣 嗯 不要以為你有多帥 不要以為你多有紅 不要以為你多有錢 或者你多有權利 讓每個人都需要靠著你的金錢 全力 然後去往上爬 很多女生還是有志情 嗨 大家好 我是舞蹤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老爸上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號角翔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求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歲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言善告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